尼泊尔发生瑞士规模7.9的地震 镇样临近首都加德满都 当地许多建筑物应声倒塌 古迹回损 民众受到惊吓 直接逃出建筑物外 地震发生后有超过50次大小余震 其中一次规模更达到6.7 造成全球最高圣母峰多次雪崩 部分营地造了掩埋 造成登上课受困 不幸的是 目前统计死亡人数攀升近5000人 超过9000人受伤 另外也持续在瓦砾堆中寻找生还者 国际救援也纷纷涌入 投入物理人力来振灾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英文单字吧 地震 Earthquake 雨震 Aftershock 镇央 Epic Center 古迹 Historic Site 倒塌 Collapse 圣母峰 Everest 雪崩 Avalanche 生还者 Survivor 以上是本周的英文一点通 我们下周见